哈囉大家好,我是瓜瓜 我今天來到高雄市區裡面買了一些 比如說像是 牙齒痛藥、胃痛藥 然後再來就是 紙拉肚子的 這一些,還有眼藥水 一堆東西 然後想說因為在英國那邊 如果生病的話不知道怎麼辦 看醫生不知道會不會很麻煩 聽說要排很久 但不知道狀況 所以想說先背多一點起來 畢竟現在離去英國 大概也就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要出發了嘛 我現在的位置呢 離愛恆很近 我就想打算說騎車過去繞一圈 你看晚上涼很多 我今天啊,差一點中暑 我覺得真的 大中午至少35度 絕對有 我今天總共洗了四次澡 完全現在身上也是黏的 但晚上好一點的 至少有點風涼涼的 不然早上我是不會再想出門 我已經很久沒有去愛恆了 因為確實有點遠 基本上現在高雄市區 有分兩個 一個是前火車站 一個是後火車站 那前火車站的話 這裡已經算是前火車站 然後靠近高雄港那個方向了 據說我就很少來 除非跟朋友無聊 會想到到海邊坐一坐 這裡有一個大教堂 這裡就是愛河啦 這裡是五屬路 你看 有一隻大兔子在那邊 非常多人來看這隻大兔子 我今晚騎來這邊 也就是為了看這隻兔子 好亮喔 我等一下騎過去 但是要帶轉 好麻煩喔 我都已經過到什麼日子 我都不知道 今天是屬兔嗎? 為什麼是兔子? 是屬兔對不對? 應該是喔 晚上這邊還是比較熱鬧的 主要是今天也有空 所以你看前面好多人 會騎加車進去 悠閒的逛一逛 但是這邊是不能騎機車 跟穿機車 就沒拉進去 然後直直走的方向 他會到溪子灣 就騎進那邊 那邊可以坐船 然後就是有海 但今天過關我先不去那邊 我打算下個週末 等我的同學有空了 一起去那邊玩一下 還有人在那邊 悠閒的給我滑船 我是沒有滑過愛河這邊的那個船喔 就是付個觀光船票吧 就可以坐在上面了 可能是因為自己是高雄人 所以每次看到這個 我就覺得我不要 他那邊不知道是什麼 也是亮的 因為老鼠 兔子在這邊 這到底是兔子還是老鼠 這應該是兔子 然後這裡不知道是什麼 我要過去看一下 從這邊走進去 就可以通到剛剛那個 另外一邊亮燈的地方了 我現在都已經不太敢買東西了 因為我發現就是 越想越多人就發現 去英國要帶的東西不足 然後又買越多 我都不知道我的那個箱子 能不能放下 這顆到底是什麼啊 這是 這是香菇嗎 我不知道 很多人在這邊散步 他這邊把它做成一個公園 之前綠化沒有做到那麼好 就最近幾年 然後才改成這樣子的 我看到有好多喔 不只那一顆耶 至少這個愛河 整個愛河 有一顆兩顆三顆四顆五顆 五顆不同的圖案 我有看到貓咪喔 大家都圍在這邊 那邊有一隻貓 然後那邊有遊艇 然後兩隻貓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就圓圓的 要從另外一頭看才能知道 我們那邊又有人在划船的 漂亮 晚上還是比較漂亮 兄弟們 人家不是香菇 人家是企鵝 什麼鬼 這是一隻企鵝 從後面看怎麼那麼像香菇啊 然後那一頭那邊 看到這一棟了嗎 這棟就是85大樓 如果要逛愛河的話 我還是建議晚上來 早上真的很逛不了的 因為真的太熱太熱太熱了 沒辦法 你會先中暑 晚上的話還有一點點小風 但是這種風身上還是會黏黏的 就適合在那邊走一走就可以回家了 好啦那這期視頻就先分享到這邊囉 下次視頻不見不散 掰掰 抱抱我要演這個 我就是希望我先回家 收拾一下我其實沒看見還差什麼 好嗎